這個是示範1公斤的麵粉 然後水是650克 鹽巴是 忘記配方在哪裡 就是那個網路上提供的配方 但基本上就是1公斤的麵粉 650克的水 然後用AO打 好,所以一開始也是一樣 先下我們的水 然後呢 我們的糖跟鹽巴 我就直接下去 很多人會覺得說 糖跟鹽巴是不是 鹽巴跟酵母是不是不能夠 一起下 其實是可以一起下的 因為它裡面有水 但是呢,糖跟鹽巴 或是跟酵母這三個材料 是不可以一起放在一起 放太多 要不然它會 鹽巴跟糖會把酵母的水分吸走 好,那我這裡呢 就是1公斤的麵粉 然後我分次下 我先下 主要的那個酵母下去 因為我在剩的時候已經把 酵母 跟麵粉放在一起 所以先把 前面的酵母先放下去 OK 然後這時候我速度可以轉快一點 可以看一下 現在是就是起步的速度 完全沒有動 然後我把它轉到 差不多三點 三點鐘 就是跟這個AO的LOGO 剛好平安 好,可以看一下現在就是有點 像衝浪的動作 像這裡 衝浪 只要它不要噴出來 就可以 比如說 我轉開速度 喔,開始噴了 開始噴的速度大概在 五點到六點那個角度 所以我們盡量避免 那個速度 差不多維持在 三是OK的 三是OK的 好,這是我奶粉 奶粉也可以直接下 這個殼不要下 好 然後再來 麵粉 一下 你看 雖然我是分次加 可是 我速度還是蠻快的 就是一直一直下 一直一直下 OK 好 然後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 螺麵棒 麵粉好像已經快要擠上來了嘛 好,對不對 這時候呢 你可以把它稍微 移過來 差不多 一公分 然後把它鎖住 OK 然後繼續下我們的麵粉 然後到最後我會留一點點麵粉 差不多 呃 五十 七八十克吧 八十克麵粉 跟我的 奶油 在這裡 那配方是 五十克的 白油 五十 五十克的白油 跟五十克的奶油 但是我沒有白油 所以我就完全加 奶油 可是這邊有 一百克的奶油 那我就把我的麵粉 放在這裡面 OK 我這個動作是 避免它 呃 完全融化 變成 變成油 因為 我們把奶油 打進去麵包裡面 的時候 我的重點 不是要它 呃 變成 呃 液體 我是要乳化在麵包裡面去 OK 我用手 先把它攪拌一下 這樣攪拌 你看一下我的那個 現在就是 我離開一公分 讓它麵糰 麵糰有 這個空間 稍微 融過去 然後它自動 自動摟過去 之後自動會彈開一點點 這樣它的壓力才不會這麼大 好你可以看一下我這個麵粉 差不多這樣子 那就可以下去了 就把它直接丟進去裡面 OK 就把它直接丟進去裡面 就把它直接丟進去裡面 OK 好 就很乾淨了 OK 那這裡有一點點的話 就把它用掉 這時候我摸它麵糰 雖然它才 6百 50克的水 但是加奶油之後 它其實會變得 比較濕一點 那 這時候呢 呢 只要麵糰一有加奶油之後 它其實就不太會上溫的 因為奶油會幫助 麵粉 的摩擦力 不會那麼大 會造成它有點 潤滑的感覺 只要潤滑的時候 上溫就不會那麼快 所以呢 有些人會覺得說 有些人好像在網上說 加奶油之後會上溫 其實加奶油之後 它更不會上溫 好 那這時候你可以看一下 我的溫速度 剛剛我把蕎麥 一個而已 就是因為它有點太大聲 我要講解 那 我現在可以轉快一點 差不多三點 你的麵糰越多 你的速度越不用更快 因為 它佔的空間比較大 麵糰佔的空間比較大 所以更容易打得到 這時候呢 你的速度就沒有那麼快 假如說我們上一次用五百克 它的麵糰會比較小 體積會比較小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用 快一點的速度 差不多四點到五點 那這次是一公斤的麵糰 所以呢 我的速度不用那麼快 差不多三到四 就可以了 好 然後你看我這裡 我感覺說 這個空間有點太大了 你看差不多有兩個手指頭了 差不多1.5公分 那我覺得這有點太寬了 所以我把它轉收一點點 然後往 鋼盆壓 再把它轉緊 你看 它就 捲起來了 捲起來是什麼呢 表示它開始有點出眼睛了 好 記得只要它開始 有一點延展性的時候 就是感覺緊緊的 擀麵 揉麵棒 跟這個刮刀 這兩個把麵糰夾住了 然後捲不開 表示說 麵糰已經有出筋了 但是這個筋還不夠柔軟 所以它才卡住 好 我們幫你轉時間 所以呢 剛剛大概揉了有幾分鐘 我把 好 我就把它 轉了 差不多 十分鐘 好了 時間怎麼開始計算呢 時間是從 全部的材料 下去之後 再開始計算 不是一開始就計算 是從 全部的材料 下去之後 包含奶油 之類 再開始計算 但是有些奶油的配方 會叫你 要 後加 那 那時候 就不一樣的效果 你就必須要先從 全部的材料 除了奶油 下去之後 成團 開始計算 那這一次的配方 因為我奶油是 前面 比較偏前段 就加了 所以 應該是說 奶油那時候 加完之後 再開始計算 所以大概攪拌了 有 四分鐘 好 然後呢 我們就等他 攪拌完 那我先 通常不會這樣做 但是我示範給你看一下 就是我把速度轉快一點 那你讓你看一下說 他的 一公斤 速度快的時候 然後 怎麼樣的效果 OK 好 沒有錯 好 這是六點 你可以看一下 他這裡 是在 揉面糰的 就是這樣 模仿我們手 在揉面糰 邊甩邊揉 好 然後呢 我們把他轉快一點 最快的速度 好 最快的 你看 好 那 只是示範 快速給你看 其實我們 揉面包 不講究快速 我們 講到說 他有沒有扭力 有沒有揉到 麵包 而不是快速的 拍打 好 大概還有 差不多 七分鐘 的 麵包 所以我不讓他慢慢的揉 這時候 我摸我的麵糰 之後 他感覺非常冰 我 拿一個溫度去測試一下 我先把機器關掉 差不多 七分鐘的 呃 有差不多 七到六 六分鐘到七分鐘的 攪拌時間 現在看一下這個溫度 等一下 OK 好 我們抓二十度 OK 因為 差不多二十度 好 我們再測試一下 把他轉到 用的那個位子 差不多七八分鐘的 這時候這個刮刀一直都沒有用到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 把它刮下去 OK 那這裡看看有一點點黑泥 因為我們上面這裡都一直刮不到 所以呢 我們就從這裡開始刮 那這個刮板他是好好的 他沒有剪掉 所以呢 當他摩擦的時候 會有這個黑夜的地方 所以呢 記得要把這裡 稍微 剪掉 然後 把這個下面用掉 然後這個部分呢 就把他 用手把他用掉 大部分就吃在上面而已 那 這個我先不要用 因為麵團還是很大一個 但是他已經成團了 鋼盆也更乾淨了 所以暫時先不要用 沒關係 好 我把速度 轉到差不多 四五點 讓他快速 讓他快一點 那 的確麵團有在 他的輕度一直不斷在改變 因為我們 我們聽得出來 他的 他的 柔的聲音 他的壓力會不一樣 他的 這個 這裡的 寬度 有時候會 比較 稍微 偏比一般的 更寬一點 這時候 表示說 麵團的 形狀 在改變 好 你看一公斤 這個機器 還是很輕鬆的在 就 不會有很大的 壓力 在他身上 這完全就是在模仿 我們說 在 在柔這個動作一樣 好 我們在 呃 現在開始變了 變不變了 筋 筋 在柔當中 他的筋度 的強度 會 不同的改變 喔 不定的在改變 我不是說粗筋 我是說 筋的強度 水噴到麵粉 筋 就會很自然的出來了 就算我不柔他 筋還是會出來 只是說 柔他當中 出來的筋 會變更加強 而已 很漂亮 看我的鋼盆 一直都很乾淨 好 我這個按鈕這裡 這裡呢 就是說 如果我要控制他的寬度的時候 我先 往內搬 往我的身體這裡搬 然後再轉 就可以轉了 OK 就可以轉 然後呢 如果 假如說我今天 我不 我不 往內搬的時候 他直接卡住 我這個是不好轉的 基本上是轉不動的 所以記得要 控制你這寬度的時候 這個要先往內搬 讓這個彈簧先鬆掉 鬆掉之後 這裡就可以容易就轉了 OK 好 好 好 我把它轉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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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概還有兩分鐘 好,那今天我跟妳說,就是每次到最後的一兩分鐘的時候 我有時候有一個習慣就是把它用快速的把它甩開 就是像我們在健身的時候,教練給妳說給我十下 可是到最後十下做完的時候,還有跟妳說再多兩下,或是多三下 就是為了讓妳肌肉更堅強 但是妳要看,有些麵粉,其實精度是看妳的麵粉的種類 不同麵粉的品牌,有不同麵粉的精度 所以妳要看妳今天用的麵粉,它能夠耐到什麼樣的柔力跟時間 所以大家在選麵粉的時候,要記得,不是每一種麵粉在攪拌的時間是一樣的 一樣的配方,一樣的時間,不同的麵粉會產生不一樣的效果出來 好,那我先不要去改變我的速度 我先用維持這個速度 等它時間到了之後,我們再來看看它的溫度 還有它的精度 然後這個是大概十二分鐘的成團之後 然後就是全部材料下去了,成團之後 開始計算十二分鐘 待會就好了,再一分鐘 好,好了 OK 好,那我先馬上先量它 的溫度計 好,這個是寫二十二 我們就把它算是二十二度好了 OK,它算是寫二十二點三 我們就把它算到二十二度 OK,所以差不多十二分鐘 成團之後十二分鐘 螺出來的效果是 二十二度 OK 好,然後呢 我覺得我剛看這個麵團 我覺得它應該還需要三到四分鐘的 中快,中速度吧 就是差不多兩分鐘的中速度 然後差不多一分鐘的快速度 那我現在先測試它的精度到什麼程度 我拿個剪刀 然後呢 就把這個 我們在 我們在測試精度的時候 千萬千萬不要用拉的把它拔 不要拉的再測試 因為在拉當中你會扯壞它的精度 所以呢 那就不正確了 正確的方法是拿剪刀 然後 這樣子 這樣子 用錢的 這樣你才不會破壞它的精度 好 然後呢 就開始這樣測試 OK OK 好 這個精度算已經不錯了 以十二分鐘 的速度 而且它也很有延展性 OK 好 那我們再給它 一個 如果是我的話 我覺得這樣就應該OK了 因為 透過低溫的發酵 它會產生很好的效果 你麵團揉太久 雖然它會產生再多一點筋的強度 給你那個很漂亮的薄膜 可是你損失的是什麼呢 你損失的是 麵團的口感 跟味道 因為 它會 會開始氧化 你麵團揉越多 揉越久 它其實一直在不斷在氧化 所以是 不是很好的 所以有時候你要判斷說 你要犧牲 味道 還是口感 還是什麼 什麼之類的 你要先考慮一下 這來說已經 已經精度已經很夠了 但是我們再把它揉個3到4分鐘的 的 的 中快速 所以呢 這個速度在 在 5點 OK 那我們把它調個差不多 3到4分鐘 加起來就是12 加3 就是15分鐘 然後我把這個轉緊一點 轉緊的時候 我就把它壓在邊邊這裡 然後把它轉緊 它就不太會動了 好 然後呢 這時候再轉轉快速度 把它轉到最快的 好 等一下 就把它關掉 你可以看一下 這時候它的麵團已經開始 靠邊邊的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加我們的這個 刮刀 下去 刮刀下去 然後呢 有刮刀的時候 你速度就不能這麼快了 OK 所以我們先從 慢速度開始 先轉ON 轉到差不多3分鐘 然後呢 這個把它轉到 差不多 快到5點半到6點 快到4點 OK OK 我們先從來 再做5點版 就位 對 我們可以採用 速度 找到 發現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然后最后一分钟,我把它转到最快速度 然后,我要转到最快速度之前呢 我们人要在旁边的哦 因为它的确是甩得很用力 给它大概30秒到1分钟的速度 这个数字不是缩死的 你要看你的面团的精度 已经到什么程度了 我最后用快速度收筋 是让我待会拿起来的时候 跟整形的时候 比较好控制 OK,好了 我先把这个棒子拿出来 我先给你怎么解释 怎么拿出来 首先握着这里 然后呢,这个 往上拿 然后这里 再往内拌一点点 这里把它转松 它就可以弹开了 好,然后就把这个 拿起来 OK 然后呢,假如你有沾点面粉在上面的时候 然后,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这有一个小缺口 就是它的刮板 有小缺口 就招在这里 刮 就可以刮得很干净了 OK 好 然后我的刮板 OK 就从这里先刮 刮掉 把它刮掉 好 然后呢 我们再量一下它的面团的温度 这支温度计蛮不错的 它很好用 就是 拿来量 面团 价位不是很贵 OK 好 23度 OK 所以最后的4分钟 用 差不多 5点半的速度 然后最后面1分钟用最快的速度 才升了差不多 1 1度而已 好 那我再拿一个这个起来 OK 好 然后呢 就是 先把它延展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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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就进入我们的发酵时间 发酵时间呢 把面团 把它拿起来 然后呢 我用手 把它这样子 然后基本上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面团完全不会粘手了 OK 那我要把它的皮 把它 嗯 拉到 就是比较光滑一点 大约让它发酵的时候 会比较 均匀的发起来 好 好 好 这时候我们就 放到这里面 然后用我们的盖子 把它盖住 然后 差不多给它一小时的发酵时间 好 好